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可以供您选择 比如轮船 汽车 飞机 火车 地铁 对了 还有磁悬浮列车 实在是很方便啊 渊源 你干嘛呢 我正在设计我们去浦东机场的路线呢 那设计的怎么样了 我还没弄完呢 我听说上海的交通系统特别发达 我原来想多做几种交通工具 但又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但是我对上海的交通又不熟 我这不好弄 我来帮帮你吧 你看 我们现在呢是在上海南站附近 不如先去上海南站 从那坐地铁也很方便啊 这座火车站可真够气派的啊 对啊 上海南站呢建成没多久 现在啊刚刚开始启用 不论是设施还是服务啊都很不错 等等 你刚才说的无论 我们好像经常用到 无论呢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连词 表示条件改变而结果不变 所以无论 has a meaning similar to no matter It's often omitted in English 那我们可以说 这里无论是设施还是服务都很不错 The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re all quite good 这里无论是设施还是服务都很不错 The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re all quite good 我发现这座火车站的外形也很特别啊 对啊 居然是圆形的 这样的圆形设计呢 不光让外观看上去很独特 而且啊还可以增加入口处的数量 无论游客从哪个方向来 都可以找到距离站台最近的那个入口处 进入后车大厅 它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透光式火车站 有了这些玻璃墙很透明 白天不开灯照样很亮堂 既美观又实用 没想到不用出火车站就可以直接上地铁 这可真方便 而且这条线路是在地上运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边乘车一边欣赏外面的风景 对啊 你看那就是上海的高架路 它把上海市的交通料道都连接了起来 这我要记下来 我得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要不然就换成二号线直接去浦东 可是韩家咱们这么走岂不是说就看不到南浦大桥了 你没说要去看南浦大桥啊 南浦大桥这么有名当然不能错过了 渊源刚才说的错过呢就是指耽误失去的意思 既然你那么想去看南浦大桥要不然我们就换成四号线然后啊从南浦大桥再去浦东 南浦大桥是上海第一座跨黄浦江的大桥 尽管建造南浦大桥的技术很复杂 施工难度也很高但是只花了三年的时间就建设成功了 从桥上下来不远就是磁悬浦列车的起点站了 韩家你刚才怎么没买票啊 我有这个呀 这不是我们在中国银行办过的信用卡吗 对啊这张信用卡呢有一项业务叫磁浦通 一到上海啊我就把它开通了 所以直接刷卡就行了 早知道我也开通这项业务了 哇这还是我第一次坐磁悬浦列车 不知道它开得有多快啊 哎你看那上面啊就是电子计速排 一会儿呢会显示磁悬浦列车行驶的速度 开车了 是啊你看数字开始变化了 哇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五 哇这么快 你再看看外面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车都显得这么慢啊 对啊那是因为磁悬浦列车的速度啊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呢会让我们产生错觉 你再看看 哇四百三十公里每小时 嗯不用那么吃惊 这是磁悬浦列车行驶的最高速度 韩家刚才说的吃惊 means to be shocked amazed or startled 嗯没错 吃惊呢就是指惊讶受惊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说磁悬浦列车的速度快的让人吃惊 The maglev train is amazingly fast 嗯磁悬浦列车的速度快的让人吃惊 The maglev train is amazingly fast 对了你说这么重的列车是怎么浮在空中的呢 这是利用电磁悬浮原理 车载的电磁铁与铺设在轨道上的磁铁产生犀利 使车体脱离轨道悬浮在距离轨道一厘米处腾空行驶 由于列车与轨道不接触 所以行驶速度非常快 从市区到浦东机场坐汽车要用一小时 乘坐磁悬浮列车只需八分钟 议员 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浦东机场果然名不虚传 是啊 浦东机场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后机楼啊 外形特别像一只展翅的海鸥 今天多亏你了 我对上海的交通可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不用客气 好了 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想再回顾一下今天的路线的话呢 就看看我们下面的赏心任务 一会儿见 目标的赏心z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